你覺得你今天穿得成不成功? 還可以啦 沒有啊 平時都是這樣穿 今天很不漂亮的 很隨便的 下街 不是 今天都要求你 不是啊 我沒錢買衣服買 薄一點 其實是抗 低窮 今天不算少布的啦 平時會熱褲的嘛 現在長褲已經好很多了 香港真的很熱 還穿著禁包這麼洗 一出衣很辛苦 難道你夏天都穿到修女的那樣就熱死了 如果你穿T恤又有韓人 很容易有韓利很焗的嘛 其實如果可以不穿三出街 我想不穿三出街 不如穿這些更好 舒服點 短褲生意功能都不錯 多些肌膚外露在空氣當中 那女生都是想漂亮的啦 背心也很漂亮 當然是想趁熱乾才穿上去 我覺得很普通 現在有很多女生都是穿這些 你去到街上 她買的衣服都是類似這些的啦 可能很多人說什麼女生要 又瘦又長褲 穿些衣服可以展示你所謂的長處 給你們自己長處是什麼 我長處比平常高一點 有男生看不太常常看嗎 那我自己也會看女生 有美女為什麼不看呢 最主要都是我看她 那你喜不喜歡她這麼長嗎 當然喜歡啦 越小貌越好啦 都是一種認同來的嘛 我會更加努力去研究一下有沒有一個妝容 怎樣她穿得好看 我以前男朋友不讓我穿長冠 就是我穿長冠 今天穿得很噁心 就是她想我老了 穿衣服 就是穿給自己看 不是穿給別人看嗎 那她走出來是開心的 自己舒服就可以了 自己喜歡的風格而已 怎麼可以因為人家的目光 而改變自己的想法呢 香港已經有很多人做的了 難道穿件衣服也不行 穿小布不需要原因的 自己喜歡就可以了 一個信心是自己的嘛 見過有女生穿露肚子 就被人說很孝啊 你不可以去猜猜別人這樣穿的意圖是什麼 那有些人真的喜歡這樣穿 這個是她的風格 你不可以阻礙她的嘛 小布不一定是孝那些 就是有些性感都可以很健康 要為了自己而生活 而不是去迎合別人的眼光 別人的想法 而令自己變成她所喜歡的人 畢竟這個是大家自己打扮的自由來的嘛 你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你不可以這樣去批評別人 要給回尊重別人 其實反而我不太喜歡大波 因為你知道有煩惱嗎 有很多衣服都穿不到的 那你有沒有這些煩惱? 有 有 即是大波啦 不是 是 再次感謝大家急速支持 林日熙細聲講2020半艷勢 家長門票現已全部受刑 下星期一連十三場 九展STAR HALL 苦笑到最後 最新消息請follow 林日熙細聲說Facebook IG TG 對 那天空的回音 是在今後 是新的消息 最新的消息